各位,我是陈昭新医学博士Dr. Simon Chan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讨论 怎么可以进到美国最好的学校 美国最好的学校通常都是用长春藤来计算 有八个长春藤大学 可是成功的思维我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到三年 成功进到美国最好的学校是越来越困难 美国的大学好像是说 申请的人是越来越多 申请的学生他们的能力就越来越高 可是我们大学的名额是绝对没有增加的 所以这变成是每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 都有变成是一个大的挑战 怎么可以进到美国最好的长春藤 跟美国最好的大学 3月2023年几个月前 我们就用一个中国学生来计算 因为中国学生很多都是GPA很高A加 SAT很高1590 AP都是五分 做过很多很有力的研究工作 在社区很多的服务 在学校很多的学生会的领导才能等等 可是到最后都有可能给史丹佛 麻山理工八个长春藤全部都是拒绝 连UC Berkeley UCLA 纽约大学都不可以进到 非常的失望 所以好像是说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 是格外特别的扫心的审核 所以这个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 变成是我们中国学生 华裔学生 亚裔学生的一个大的挑战 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Ambission Success Strategy to Harvard and Stanford 我们有机会进到哈佛史丹佛大学 跟美国最好的大学 我们所用的申请的成功策略是什么呢 我是陈教兴 我是一个医生 我是个肠胃科医生 可是我也曾经在普通修理大学 UCLA的医学院等等 做过很多的招生的工作 跟面试的审核的工作 我是很擅长用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 Psychology 来研发出一套优秀人才的培训方法 我运用的策略是一对一 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 把暑期的研究 社区的实践 学校的活动 跟社会的贡献连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学生的独一无二的申请策略 美国的长春藤 排第一位的永远是普通修理大学 然后有哈佛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U-Pen 冰淇淡尼亚 大特牟斯 布朗大学 康尔大学等等 排名不重要 可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排名 过去15年 普通修理大学都是排名第一 其他的前十名的大学 都是分分别别有高有低的不同的排名 这个不重要 可是我们也看看 那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之前 跟新冠疫情之后 那个招生的进学的率是越来越低 大致上来讲 前十名的大学通常都用5%的机会 学生可以进到 可是比如说特别的 比如说史丹佛大学等等 都是用3% 4%的机会 哈佛大学也是一样 所以进到那些名校是绝对不容易的 哈佛大学是很多学生跟家长的 信仪大学 哈佛大学是很多学生的梦想大学 2027年毕业的那一班学生是刚刚收到 哈佛大学的那个捷纳的信 可是提前申请的学生 百分率大概是7.6% 官场申请的那一班大概是2.6% 很低很低 所以overall总括来说是大概3.4% 这个收学生的百分率实在是非常的惊讶 100个学生申请只有3个到4个学生 可以进到哈佛大学的 绝对不容易 early admission提前申请机会好一点点 可是那个7.6%在中间 大概有29% 意思说三个学生有一个是压抑学生 所以哈佛大学其实对压抑学生的收率 也非常的慷慨 非常的放松 真的没可能看到另外一个长期的大学 是三个学生中间有一个是亚裔的学生的 美国总统很多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中间有八个总统曾经是哈佛的毕业生 耶鲁大学有三个 普洛斯坦有两个 史丹佛有一个 哥伦比亚有一个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哈佛大学很希望他们的学生都是有领导才能 不是普通的领导才能 是领导国家的才能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哈佛大学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收学生不是单靠SAT ACT GPA 我们要看每一个学生 他的性格 他的特质 他的个人的素质 他克服困难的能力等等等等 所以哈佛大学收学生的也非常的清楚是说提交标准化的考试 SAT ACT 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可以进到哈佛大学的重点在哪里呢 在我来讲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是你的学术的成绩不可以少 你非所属方面的成绩的发展也不可以少 可是个人的素质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you 是蛮重要的 所以不是单靠分数 也要看你的热情 你的动力 你的建议 你的认真 然后在你各方面的活动看到你的领导才能 你的发表的文章 你的研究的工作的暑期的经历 你对社区的投入跟贡献 哈佛大学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要讲关于每一个学生不是单靠分数那么简单 你申请的文章 你的面试 你老师的推荐性 全部都是很重要 所以每一个学生 你的领导才能 你的暑期的研究工作 你的发明 你的创新 你的文章的发表 你的未来的承诺 你对社会的贡献 全部都是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 你的GPA跟SAT就是那么简单 绝对不是 6月2023年刚刚 美国的大法官 9个大法官 美国最高的法院 你们所用的 很多年是用这个方法 哈佛大学是说我们的平权 收学生的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s 是有的 可是美国的大法官说 从今以后 6月2023年之后 永远不可以再这样做 所以哈佛大学最新的校长 他说顶尖大学的理念 仍然是追求多元化的主题 教育是应该是多元化的 不是先于某一种学生的能力来收 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说 从今以后不可以 哈佛大学也受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我来讲 非除了这个平权行动 带来的后果是这样的 平权行动 以后学生还需要考 那个标准化的考试吗 SAT ACT等等还需要考吗 这个是big question mark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在非除了平权行动之后 尤其重要的 就是学生申请的时候 你的文章 申请的文章 要非常有感染力 意思说要打动这个招生人的 招生官的心才可以 Lucci的决定 是更需要处于每一个学生的特质 这个是哈佛大学做得非常好的 可是考试已经不是一个重点 Qualitative factors更重要 Qualitative的定量不重要 所以学生的独得的能力 他的技能 他的研究的工作 一定有对 跟这个学校有配叛 不可以是随随便便 每一个学校有不同的要求 麻省理工 有麻省理工的要求 普伦斯顿 有普伦斯顿的要求 每一个学生可以 配合到这个学校的要求 就是可以受到忠视 所以Racial integration 种族融合的价值 可能会越来越减少 是不是说有一天 整个哈佛大学 不是整个大学 哈佛大学 30% 40% 50%的学生 都有可能是压抑 有可能是中国学生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不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多元化的学生的成况 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公平不公平呢 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 看看美国的大法官 高等法院有9个大法官 每一年都有9个大法官 可是从历史来讲呢 哈佛大学曾经有22个毕业生 是美国的大法官 耶鲁有11个 哥伦比亚有7个 斯坦福有2个 那个是不是说 美国的大法官 大部分都是名校出来呢 这个讲法是对的 今天有9个大法官 有4个大法官 是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出来 有4个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出来 他们的背景 有6个都是从名校成都能出来的 包括普洛斯坦 哈佛 哥伦比亚 耶鲁等等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去分析 美国大法官去评判审核 是说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s 不合法 可是他们这次也是从最好的名牌 长选大学出来的 所以说 如果你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 你一定要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生 从不同的多元化方面的发展 然后对社会有一个特别的贡献 然后才可以吸引到顶尖大学 like Harvard大学的心想 可是我们再看清楚 空告哈佛大学的不公平的平权法案 可是哈佛大学今天已经有30%差不多的学生是亚裔 是Asian 是中国人等等 class of 2026 已经有27.9%的总数的学生是亚裔学生 还不够吗 这个呢 我不觉得将来对亚裔学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有平权法案 没有平权法案 也有可能对亚裔学生 对中国学生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一个中国学生 他申请哈佛大学的时候 哈佛大学会看他的学术 他的运动 他的领导能力 他的父母是不是哈佛的校友 他的家庭背景 他需要不需要长学金 他是不是外国的公民 他的种族 他的race 他的ethnic background 还有他是女性还是男性等等 这九个factor 九个恩数是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一定会看的 平权法案以后 就是说种族 race已经不可以是一个最主要的恩数 所以哈佛大学跟腾校成功录取的策略 要怎么看呢 对我来讲 过去的十八年 我都这样做 我告诉我的学生 你有进哈佛大学 你一定要配合到哈佛的条件 从你个人的成长 学术的成长 专业的成长 变成是你配合哈佛的条件 这个策略是放到你的深情的创意文章 是放到你的面试上 你的360度各方面的全方面的展示 你从17岁的时候 你市场以上就21岁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门 意思说你的成功已经是一个逼定 是一个未来的承诺 对哈佛是说 我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生 也是对社会 对大众有贡献 包括你将来的学校 哈佛大学 包括你的社区 你的社会 你的地球圈 对吗 所以呢 有配合到哈佛大学的需求 一定要知道哈佛大学的要求是什么 你有自我评估 你有知道你是谁 你自己的条件有多少 你怎么去可以配合到哈佛的要求 你有决定你知道自己的 申请时候的主题是什么 你有没有独一无二的条件 你有没有竞争的优势 那些都是你申请的策略 有一个学生 他的成绩很好 什么都是满分的 他所做的 在学校的活动 做得非常好 社区的活动 做得非常好 他是五个学校的学生会的领导 President 他曾经上过 U.C.Santa Barbara的RNP 曾经上过 马上理工 MIT的RSI 意思说他已经准备好 可以进到最好的学校 在社区里面 他也是加州州长的竞争时候的活动的一个volunteer 也参加过这个Science Committee for the State Senator 也参加过Youth Leader in the Mayor's Office 是那个市长的青年的领袖 他将来在哈佛大学 他希望读电力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还有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的研究 所以他申请时候的突出点 是在他的申请的文章上 他是能工智能的发展 AI in Stroke Early Detection 他怎么可以配合到哈佛的需求呢 他是在科技方面的进步 他是在领导才能上 包括在学校跟社区都有leadership 都有领导才能 所以他申请的策略是领先的科技 还有社区的领导力 学校的领导力 这个学生绝对是一个将来的哈佛的学生 另外学生成绩也蛮好的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学生 申请哈佛的时候 他的成绩是很低的 低一点点OK 可是太低是没可能的 因为申请的人 那么多五万多个学生申请 如果的成绩太差了 真的没有可能可以进到哈佛大学的 这个学生的重点是 他的社区的活动 他以前是缅甸的前总统的办公室 是里面的intern实习生 他为了缅甸的难民提供过 艺术、art方面的teaching teaching art 一共的服务 在缅甸的服务 他将来的college major 他的主书科在哈佛大学 希望是sociology、社会学 还有global injustices 全球社会公平 这个学生的uniqueness 他的申请时候的突出点 是他的创意写着 他的文章是反映到 第三世界、third world country 的社会的不公平 他绝对可以适合到哈佛大学的要求 是国际的领导才能 他的申请的策略 是包括社会的公平 还有全球的领导力 Social justice and global leadership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公平的 可以进到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 Stanford 另外一个非常难进的学校 100个学生 星期有3个、4个可以进到 Stanford、史丹佛大学 也有很多学生跟家长的 dream school、梦想大学 史丹佛大学的alumni学生 也有很多包括打那个Golf 打得很好的Tiger Woods 我很很熟悉的Elon Musk 还有Google的Larry Page等等 都是很猛很猛的学生 疫情之后 史丹佛大学也不再收这个SET跟ACT 所以申请的学生越来越多 有5万多 收学生的收生率是100人 学生申请就有3个到4个可以进到 可是Stanford的要求很高 他要看每个学生的背景 看每个学生的天赋 学术的天才跟兴趣 认识世界的能力有多少 他们Stanford一定要知道 学生有不断地进步 在学校做出很多的贡献跟成长 也有在领导 带领Stanford大学 慢慢地上前走 所以除了你学术方面的成就 在你各方面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其实申请Stanford 你一定要有贡献给 史丹佛大学的校园 在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你对Stanford的贡献 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Stanford说 每一个学生一定有 intellectual vitality 智慧的活力 包括你对学校的承诺 你对社会的认识 你对每一个学俗方面的好奇心 你积极地发展 你的毅力 你的主动去找机会 把Stanford 把Stanford大学带到更高的一个程度 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看Stanford 2020年的东京的奥运会 史丹佛大学是single handling 是一个学校拿的最多最多的金牌奖 他跟USC南州大学是平分 是平分 所以奥运会里面除了USC 第二个大学就是Stanford大学了 所以你说如果你将来也是一个人 很有机会变成奥运会的Young Olympian 你可以进到Stanford大学的机会 应该是蛮高吧 所以Stanford说 你可以进到我们的学校 成功录取的策略 你一定是一个expert专家 你一定很早找到你的某一方面 你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才可以参加申请我们Stanford大学 你一定是一个expert 比如说一个学生可以是电脑学方面的专家 也可能是科学的专家 也可能是跳舞的专家 也可能是艺术的专家 美术的专家 也可能是英语的专家 也可能是历史专家 当然很有可能 如果你是运动的专家 你这样的申请Stanford的机会 也是很高很高很高 so therefore remember 你可以申请Stanford 你的专家的领域 expertise一定是非常的清楚 一个学生成绩很高 申请Stanford的时候 他是Science Olympia的Young Captain 他是那个Computer Club的President 他的research 他做的研究都是在Electrical Engineering方面去发展 他希望将来是读Electrical Engineering跟Computer Science 所以他申请Stanford的时候 他的突出点是他懂得 这个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工智能对盲人的blind AI for the blind 所以他写的program 他的电脑的软件都是帮助 the blind to see helping the blind to see again 这个是很好很高的成就 他会符合到Stanford的发展 就是AI Advancement 能工智能的领先的科技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这个当然是一个Stanford的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 他在各方面的成绩很好 分数蛮高 他在学校的活动 是有的社区的活动也有 也参加过不同的暑期的训练 包括史丹佛的SIMR 资格格大学的RIBS 还有UPEN 并且法律大学的Research Academy 他将来希望要读的是 Molecular Biology 分子生物学 看起来这个学生是平衡发展 文也有 科学也有 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力 有能力可以申请到名校的 当然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在Molecular Biology 分子生物上 他的FIT 他的配合了Stanford的需求 是分子研究生物 Molecular Biology 的Advancement 他的申请的策略 是生物医学的发明 这个也是一个Stanford的学生 可是对我来讲 这个学生是有点的平凡 Too Stereotyped 有点平凡 第三个学生成绩不是太好 不是最高 不是A plus 可是他在各方面 都有特别的活动 他暑期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两个 不同的国家的Volunteer福 志愿者福 包括非洲的肯亚 包括南美洲的巴拉玛 他的投入是给人 觉得他是 绝对是对于人类 是有一个很深的 一种的投入跟贡献 他将来的Stanford 希望是读Anthropology 人类学 这个学生 他申请的时候 他的突出点 是他热心社区的活动 A heart for the community 他对社会的公益 有贡献 他的申请的策略 绝对是跟Stanford 也需求的 就是社会的领导力 这个是very typical 也是一个很好的Stanford的学生 所以第一个学生 他是个A学生 他的专长是A加 他的进到Stanford的机会 是非常好 第二学生是A学生 可是他的expertise 有一点平凡 一个平凡的学生 他进到Stanford的机会 只是中等而已 第三个学生 他的层次就B加 可是他的expertise 是非常的清楚 他有竞争性的优势 录取机会是很好 很好很好 Expertise count 记得每一个学生 申请Stanford的时候 你一定有 你的专长Expertise 所以我的提议 在学术方面 在暑期的时候 藤校的暑期 是训练的项目 你应该有一个很好 很高等次的暑期的研究 跟学习 你可能要跟一个教授 大学的教授 有很好的学习 在非学习方面的发展 你一定要懂得创意写作 一定要懂得去训练 你的领导才能 leadership 还有跟着一个 professional person 专业的实习的机会 要大大的增加 就是对你将来进Stanford的 一个大大的好处 所以我的学生 通常来讲 不是一个专家 就是一个领导才能 不是一个领导的人才 就是一个专家 这个成功的策略 就包括将来 最低限度 就可以进到 哈佛跟Stanford大学 唐校的要求就是那么高 一定有独一 五二的申请策略 与众不同的特点 所以有机会 可以进入唐校 在我来讲 我的提议 全美大学成功策略 学生不是单靠运气 一定要靠你的申请策略 过去十八年 我都很高兴 我很多学生 都有这个机会 可以进到哈佛大学 其他很高排名的 长城大学 还有Stanford大学 等等 可是记得 我对学生的要求也蛮高 我也希望我的学生 不是领导的才能 就是一个学术的专家 对社会一定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对学校有贡献 对人类有贡献 将来进到哈佛大学 滕校 Stanford大学 等等 你的机会是绝对是保证的